繼續請李委員得委主席 委員長請 好 等會可能還會有內政部部長跟警政署署長 好 等會再請一請 好 院長好 喂 你好 欸 院長 剛剛大家講了那麼多何事喔 本席現在想要請教 2006年您在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我們蔡英文副務院長宣誓說 核四一定要蓋完 那現在2021年蔡總統又說 核四是危險的拼裝車 您也是行政院院長 請問啊 人民到底要相信哪一個蔡英文 人民看得清清楚楚 當年就是國民黨戰的立法院人數多數 硬是通過決議 要行政機關 恢復新建核事 編列預算 所以 所以您的意思是國民黨強迫民進黨 是這個意思嗎 對 當時是國會通過決議 立法院 你叫國民黨是怎麼樣強迫 蔡英文副院長來說出這一句話 因為 所以 預算編列 沒有變 價值沒有變 立場從來沒有變 但是說法變了 而且 當時不斷立法院決議大法官解釋 所以 所以 編列的預算 所以他的做法是不是 卓士金飛 而且是一個雙標的總統 不是 不是 哪裡不是 為什麼 本時要提醒院長 在您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17年前的今天 319槍擊案發生了 不對 對不起 是 319槍擊案發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 您還不是行政院院長 但是 您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 立法院通過真相調查委員會 要提 提請相關的資料 你當時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你做了什麼事 你做了 行使機關行政的抵抗權 不讓立法院的真相調查委員 調資料 有沒有 有還是沒有 我一直都是依法行政 立法院通過的真相調查委員會 你有沒有行使抵抗權 有還是沒有 我們 一直都依法行政 過去行政都供檢驗 始終 我們都站在法理之上 好 所以 蘇院長 你有行使你的抵抗權 但是 蔡副院長 沒有 是還是 不是 什麼 沒有 沒有抵抗 你在319真相調查委員會 要調查資料的時候 你擔任行政院院長 2006年 你抵抗 不願意接受調查資料 但是 蔡英文總統在 2006年擔任副院長的時候 他沒有抵抗 他接受立法院的決議 對不對 是還是 不是 我不曉得委員所問 是哪一段 因為 我當 上次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副院長是現在的蔡總統 但 我們都是 腳步一致的 是 你的腳步是一致的 所以 319槍擊案 那個時候真相調查委員會 在提要求行政部門提供相關的資料 你當時是不同意的 對不對 我想當時的情形怎麼樣 都有文件各方面 各請調查 我都經得其檢驗 所以這篇院長 本席直接告訴你結論 就是在多年前 你行使了行政抵抗權 我沒有說你對或錯 但是在多年前的 蔡英文副院長 他沒有行使這一項 所謂的行政抵抗權 我也沒有說他對或錯 重點 319槍擊案是特徵組 偵辦 行政院一向也不介入 不干預 不曉得委員在講什麼 您要是好好的回去 請他們提供你資料 你就會知道 2006年那個時候立法院有成立 當時你也講了 草小也大 當時國民黨在立法院是多數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 成立通過了真相調查委員會 要跟相關行政部門 調取相關的資料 而當時做為行政部門的是不同意的 你現在是要把這個跟核四 編列預算要弄在一起講 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當時有抵抗 但是蔡副院長沒有抵抗 你講沒有抵抗的意思是 編列核四預算這件事嗎 我的看法就很簡單 那編列預算也是經過行政院的 而他沒有 不是副院長就可以編預算 好沒關係 我不曉得你兩個結論是 要怎麼弄在一起 但是無所謂 來再請教一下 今天是319槍擊案17年了 直到今天為止 陳水扁前總統 呂秀蓮前副總統 都還對當年的事件有非常大的意義 而這麼多的事件裡面 我相信 您一直希望 今年能夠繼續的轉型正義 能夠 委員會能夠繼續下去 我想要請教的是 這個319槍擊案 可不可以 也讓 陳水扁 民進黨的陳水扁前總統 跟呂秀蓮前副總統 有一點點轉型正義 可不可以 轉型正義 一直都是對於過去 幾十年威權統治 怎麼樣子讓 當年的不法判決 以及當年的受害 國民 能夠得到平反 同時 我們把整個正義彰顯 至於319槍擊案 也是 陷害貴黨的新北市長 侯友宜 當年就是申辦的警察 所以 應該這樣講 直接跟院長說 過去的正義很重要 但是 319槍擊案的正義 而且牽扯到民進黨的執政 粉習覺得也很重要 不是 是過去沒有正義 沒有正義 所以現在轉型正義 是過去威權統治 國民黨執政幾十年 用戒嚴 製造很多不華 不正義 現在 民主 整個 讓轉型正義 讓過去的淹屈不華 受害 能夠平緩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 陳總統 陳前總統 跟呂副 總統的正義 就不重要 這次 319槍擊案到底是怎樣 偵辦的是特徵族 當時第一線是何友宜 那這整個事情都有報告 那整個事情 當事人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尊重 到底我們是民主國家 是法治國家 17年前的319槍擊案 我想當然對台灣影響 非常的深啊 那我們最近看到 國內的治安也是亮起的紅燈啊 3月17號 三重有三千萬元的黃金搶案 那在臺北市的臨申北路啊 有人就在臨申北路直接丟手榴彈 那高雄跟台南最近也是槍擊案 平傳啊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行政院有什麼措施 或者內政部 我剛剛原本想 也想請警政署來談一下 我來跟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提到的搶案 立即偵破 早上都已經 新聞也都出來了 而且 我們第一時間 就掌握到那個犯險 那現在正在在澄清他作案的這些細節 那事實上 已經掌握 然後他們 整個的錄影帶 各方面的監視器 都有拍到就是他們 而這些人 有的有三十幾項的前科 以前就是珠寶大盜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就馬上掌握馬上破案 至於那個 臨申北路那一個 他是做一個 他是用信奧彈的做了那個土製的 一個小型的一個 等於爆裂物 這個部長 我就直接打斷你 因為整體讓民眾的感覺 就是我們現在的治安 的確是 讓人覺得不安心 所以這個部分 本席還是提醒行政院 請內政部 還是要多加強 好不好 感謝委員 下一個問題 我已經指示 齁 事實上我們都在進行 我們全部的掃黑 速槍速毒 這些 全面的在展開 這個 委員可以看到 我們接下來的成果一定會一直出來 前面的成果一直顯現 這個你們真的要加油 因為民眾很期待 我們一定會全力的去處理這個 第三個部分 我想要關於姓名條例 因為這個部分也是內政部管 當然前面兩位委員也都提到所謂的鮭魚之亂 那這一個新聞已經引發全球媒體的關注 包含BBC 包含華盛頓郵報CNN 全世界都在播 請教一下院長 你有什麼看法 嘿 這是這樣啦 這個 姓名權是人格權 委員也是法律專家 那大法官也有解釋過 他說這個 主觀意識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妨害人民行使 那至於名字定定確實 一代一代或者是個人個人 都有不同的自我主觀判斷 那現在的我們只有憲法保障 人民有姓名權 包括他要改名字 那我們相關條例 有規定就三次違憲 那最近看到這樣的情形 如果你問我感想 我是覺得 當全世界都受疫情衝擊 台灣 卻為了持歸於壽司 改名字 這就是很特別的 院長 本席來建議一下 我先跟您說一下 因為當然 大法官有這個解釋 我們都非常尊重 而且遵守 那相較於日本是不能夠改名的 美國跟韓國是要向法院申請 那中國大陸是要有充分的理由才可以申請 那本席也不反對啦 但是現在引發這樣子的一個這麼大的新聞 的確是不是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所以本席 想要建議 看看院長覺得知不支持 就是說以後我們再申請這個改名 有一個所謂的冷靜期 譬如說 你來申請經過15天 甚至於30天以後 你再來申請 來讓他生效 或者改名 三年以後 三年以內 是不可以再改的 可以讓我們的民眾把這一件事情 再來冷靜一點 再來做多一點的思考 那也減少我們現在行政的支出 院長或者部長覺得怎麼樣 這個 支持 在憲法保障人民 姓名權的同時 我們當然姓名條例 有時候只限三次 那委員現在再多加一點 冷靜期等條件 也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所以院長覺得可以思考 部長 這個委員的這個建議 講實話是不錯 因為事實上這個會不會 產生違憲什麼 這個倒是有一點爭議 但事實上他只是限制 並不是他不能改 所以這個就不會 因為自由是不可以拋棄 改名也是 但是代法官說一個自由 他主管的自由 所以也不能讓他拋棄 那當然是可以限制 那限制這樣的限制 真的可以 可能要多方來問一下意見 不過委員提出這個意見 倒是 我是覺得不錯 大家要再征詢意見 多多的帶來討論一下 好 這個部分就麻煩 院長跟部長 好不好 因為的確這個 我不敢說 這是一件都不好的事情 但是的確引發了 台灣社會這麼大的爭議 也是我倒是覺得 可以讓您來思考 否則以後護政員員 真的頭痛 姓名是很麻煩的 因為姓名有時候 細於主觀 事實上在這個 我們所謂的鮭魚之亂之前 的確是有十個人 他的名字就叫鮭魚 所以你不能說他不雅 當然當然 我們都尊重每個人的姓名權 這個沒有問題 那最後 真的時間就有一點點 院長 因為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 提出了住宅三件 包含杜絕房市炒作 健全租屋 還有推動社會住宅 那 其實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有所謂的屯 屯房稅 但是行政院一直不願意實施 本席在這邊看 其實從民國一百年的奢侈稅 一百零一年豪宅稅 一百零二年提高的公告限職 針對於轉售來查稅 一百零三又是提高 非自用住宅的房屋稅力 一百零五年是房地合一稅 都沒有效果 所以本席可以預見 假如沒有屯房稅 來增加持有的成本 今年的實價登錄2.0 跟房地合一2.0 的打房可能還是有限 所以在這個部分 當然 院長 因為假如說 只有四戶以上的屯房稅都不願意的話 那到底要多少間房子 行政院才願意實施 當然也不諱言 院長您跟夫人也有四戶房子吧 對不對 這個委員是這樣 這個委員是不要再把它破壞到別的地方去 是這樣啦 我們實施一個政策 希望達到效果 那我們效果是希望打炒房 所以對於短炒 短買短賣這個打 另外 用房子去貸款 我們中央銀行也大大降低 買豪宅的 買第三戶以上的 降低它的貸款層數 那這個確實有效果 至於說